开心出席活动 林心如展现好气色 最近韩国瑜吉利 推动高雄影视产业 她也力挺 因为贵人崇尧阿姨的一句话 拍一部电影 整个的来把高雄 所有的美景都拍进去 那暂时呢 我把它叫做天作之和 那我就去那边谈个恋爱呗 教授说电影要是开拍 那也要到高雄谈恋爱 林心如力挺 就是因为曾经 在崇尧阿姨带领下 演过这些家喻户晓的 经典戏剧 90年代的环珠格格 汉秦深深与萌萌 让林心如声明大噪 也从此成为重摇子弟兵 说阿姨如果单愿高雄爱情顾问 自己一定会去高雄 因为阿姨那时候 我刚好看到她访问的时候 她的建议是做爱情主题公园 然后在爱河上面 还有做桥啊这些的 我觉得如果真的 就是实现的话 我也还蛮想去参观的 真的不是随便说说 林心如早已经规划 要和老公霍建华 带着女儿南下高雄旅游 我个人是还蛮想逛夜市的啦 那因为南部的天气可能会比较好一点 因为北部常常下雨啊又比较冷 去到高雄可能 我觉得墾丁应该也可以一趟一起过去 去高雄顺便再去墾丁 寒流带动高雄观光也能带动长久低迷的墾丁元潮 无论是韩国瑜和崇尧要打造的最浪漫都市 还是透过高雄掀起林静观光效应 林心如都买单 记者孙颖迎关妮台北报道